娱乐圈总有些明星喜欢立个人设 其中最受女明星青睐的 大概就是吃货人设 表面看起来吃得非常多 事实上对于高热量的食物一点都不碰 为了接地气而努力营造 自己喜欢吃吃吃的假象 但其实很多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可没有假吃一说 那都是实打实的真吃 而且如果这场戏过不了 就得一次次的吃 甚至有原因把自己吃吐过 前段时间大火的我不是要神 终有一场戏 就是王传军要往嘴里塞东西 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 王传军为了那场戏 吃了44个包子和5碗面 期间还去厕所吐了三次 才达到大家想要的效果 而张嘉义组演的白鹿元首 秦海鹿做的那一碗油破面 也是让很多网友表示看馋的 然而令人能达到狼吞虎变的效果 剧中的演员连吃了六七碗 结果未被刺激过度 最后全吐了 还有王宝强在人在井途中喝牛奶那一段 也是真喝 虽然只是喝了三分之一 但能一口气灌下这么多牛奶也是非常敬业 不过不知道 王宝强以后看到牛奶会不会觉得反胃 其实除了男演员为戏疯狂真吃之外 女演员们也毫不逊色 当年凭借甄嬛传中 华妃娘娘一脚深入人心的蒋星 也曾为戏吃土 在甄嬛传中有一场戏是华妃娘娘吃醋 因此在宫中使劲吃酸黄瓜 来寻找孕吐的感觉 以此安慰自己 最后全吐了 蒋星在接受采访提到过这场戏 那些黄瓜都很闲 而且拍戏的时候 还得一边哭一边咽下去 这样才能表达出华妃的难果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自己的难果 最近在热播的《沙海》出演两万一角 对杨蓉也曾被戏狂吃 在拍摄《钟馗捉妖记》时 杨蓉饰演了一个贪失的祥摩师 为此她曾一天连续吃掉了二十只烤鸭 赵丽颖虽然没卖过吃货人设 但是她总给人一种小吃货的感觉 可能是在姗姗来了 李的表现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为了拍这部戏 赵丽颖胖了八斤 而且在拍吃戏时 为了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赵丽颖还会要求加戏或者重拍 在那里面的人印象深刻大的 注意力量